七十七 情報Sea Oster 無鬧不是罪 2015年7月13日娛樂P46人物專題上月稱 依某依無所一度出現新沙士驚雲 不少年輕網民關注的警示能否帶來上車好時機 上車竟然比人命更重要 早前Sea Oster發表新曲《上車奏》 正導出今日港人的處境 因為有前科吧 2003年沙士 淘大花園樓價大跌 所以大家聽到又有沙士 第一反應就記起當時的情況 現時樓價高企 偏偏社會氣氛營造到買樓緊要過條命 這就是《上車奏》 作為80後的瓶 吳崇明 絕對有共鳴 有別於Sea Oster 貫正言 積極的風格 《上車奏》的歌詞顯得較消極 一句若譚面上講八字 早點出生上車更易 若提問各位故事 申請公屋就是大字 相當諷刺 負責填詞的康仔 陳建安 表示 其實是想提醒年輕人 買樓不是唯一出路 今次寫到這樣盡是有原因 我們也在經歷這個難題 我覺得是時候要有首歌去記錄這個時代的景況 也想大家反思是否忠奏的一群 人心惶惶說到買樓 四指即你一言 我一語發表心聲 超豐 梁超豐 形容蓬佩奸的羊群心理 令年輕人造成上車壓力 上車中奏的特徵 是將生活所有部分都跟他且想關係 因爲他們的上一代都未能安居咬業 令到新一代有此想法 大家都被逼中奏 十個有九個朋友都趕買樓 令他們不得不加入中奏的一群 輕透露到曾經中國奏 市面上的消息講到再不上車 樓價就越來越貴 導致人心惶惶 我都中個招走去看樓盤 經紀講到層樓底到爛 今日不落定明天就收興 又說買樓可以當投資 過幾年放出去就有讚 好誇張 變相買樓或多或少都有炒樓的成份 人人都有此想法的話 根本是香港人自己炒起香港的樓市 怎算呢 無樓就等於生活不到 不一定的 其實只要有一身好本領 到處都可以生存 首次單飛雪到底 上車不是生活的全部 市摩斯多四只雖未上車 但憑四把靚聲 由旺角街頭成功唱到上紅館舞台 入行短短五年 代表作天梯至今在Youtube已有過千萬點擊率 唱功好事供應的事實 今年九月將於醫館開一場 See All Life 2015演唱會 第一次開四面臺 亦是首次有輪流單獨表演機會 Jaze 何見熙 少妍 真好 其餘三個可以坐在台下做觀眾 安仔則透露最近密羅緊鼓爪嘉賓和六新歌 可能會撞歌 撞嘉賓吧 據聞觀眾很喜歡聽串燒歌 今次會準備一個有主題的串燒歌環節 一個演唱會最開心就是有集體回憶 歌與歌之間雖然不同年份 但藉著一些關係串連起來 除了我們跳舞、唱感人的歌之外 集體回憶亦都很重要 希望歌迷喜歡 讚文 何詠之攝影 林良明編輯 黃寶欣設計 鄧俊明發音聲 Kiawa Hevodocs Levice Fallon G. Angel Chan